接下來我們17.2要介紹的是它的複數的次方還有它的根 就是要求它的paw和root 那我們要求paw和root的時候比較方便的表示方法是把它表示成極坐標的方式 因為我們講過說我的複數是由十步加上虛步的 不是ji,是z等於x加上iy 那我們竟然可以畫在一個二維的平面上 這個二維平面可以是xy平面 當然也可以是一個這個極坐標的平面 那極坐標的表示方法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的十步就會寫成rcosθ 然後虛步的話 y就等於rsinθ 那我們的r是等於我們的負數取絕對值 也就是我們畫在圖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我們的長度和大小 那這邊我們會把它叫做modulus 那這個θ的話是我們的這個畫出的這個r跟我的x軸的夾角 那一般我們把它叫做argument 那這個argument我們要取的時候 然後θ我們就會寫成θ是等於z的argument 表示成這樣 那我們還要注意一個就是 我的θ是可以有無窮多個多種寫法 因為我們θ 用這個值繞一圈2π加上2π還是回到原來的位置 還是原來的θ的位置 繞兩圈加上4π也是原來的θ 所以我們寫成θ等於z的argument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 應該要得到無窮多個θ的值 當然這個θ其實表示的都是同一個位置 不影響最後真正我們複數的結果 可是我們 這樣子會讓我們運算的時候會有混淆 因為我們可能θ加上2π或θ加上4π 對之後的運算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一般我們會比較喜歡取一個 θ是在2π之內的範圍 我們這邊這本課本用的是θ在正負π之間 那有些他們可能會取θ是在2π到0之間 就是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這個範圍裡面的這個θ 我們會把它叫做principal argument 就是我們最最重要的這個 找出來這個argument 那我們就會把它寫用大寫的來表示 就是如果是principal argument的話 我們就會用大寫的這個argument 這個符號來表示它 那再來就是我們利用這個極坐標的表示方法 找到以後 我們的z1的大小是r1 然後角度是θ1 z2的大小是r2 角度是θ2 把它寫出來之後 我們要做負數的乘和除 那乘的話就是我的大小相乘 角度相加 那除的話就變成是大小相除 角度相減 那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的大小r1r2一定都是大於0的值 因為這其實在幾何上面我們是表示這個點到圓形的半徑 那這個半徑一定是大於0的 一定是大於0的時數 那我們如果說兩個這個 兩個負數相乘之後取絕對值 根據我們剛剛的規則 這個絕對值就是r1乘上r2 那相當於是我兩個部數取完絕對值之後相乘 相除的話就是我們的大小相除 那相處取絕對值等於我們的大小相除 也等於我們的取完絕對值之後再相除 那如果是相乘之後取argument 就相當於是我們想要知道相乘之後的角度 所以這個角度就是我們的θ1加θ2 也就是我兩個負數分別取完argument之後再相加 那相除的argument就會是角度的相減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種用極坐標的表示方法 對我們做乘除是比較方便的 不像我們之前介紹的 那我們的負數如果是十步虛步 用xy坐標表示的話 那我們做乘除的時候 會需要做一個交叉的運算 那還需要注意說我們十步跟虛步之間的轉換 那在這邊極坐標的話 我們就只要用角度和長度分開來做就可以了 那我們剛剛講完兩個負數的運算 那我們有兩個負數的運算 我們用z加z等於z平方 那z平方如果再加z的話 z三次方就等於z平方加z z乘z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規則延伸下去 我們就會知道我z的n次方的大小就是r的n次方 那角度的話就會變成n倍的角度 所以再來就是我們根據這個來看 根據這個來看 我們的這個立美佛定理 其實是其中的一個特例 就是我們在r等於1的時候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它的大小保持在1 那角度的話就是變成n倍角 好 那剛剛講完我們的這個次方 那再來我們要求它的根 那我們求根的意思是說 今天我要對z 比如說求它的n階的根 那代表我的w的n次方等於z n次方的根 n次方的根 w的n次方等於z 那這個時候我們一樣把w 先用極坐標的方式寫出來 我們先說它的大小是r 角度是phi 那我們要找它的r跟phi 那z一樣是大小是r 角度是θ 所以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根據w的n次方等於z 這個寫出來的話 w的n次方就是r 大小變成rho的n次方 因為原本大小是rho 然後角度的話 就變成n倍的phi 那這個複數 表示的是w的n次方 它會等於我的z z的大小是r 角度是θ 我們前面看過說 兩個複數要相等 必須要十步等於十步 虛步等於虛步 那我們現在十步和虛步 現在它的大小都是 已經提出來表示 所以我們的大小會是一致的 也就是rho的n次方等於r 所以首先我們知道說 我的w這個複數的大小會是r的 更好n次方 rho會等於r的更好n次方 然後我的n倍的phi 會是等於我的θ 就是我的cos去n倍的phi sin去n倍的phi 都跟我的cos θ或sinθ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很直覺的寫出說 我的θ是等於 rho是等於 rho是等於θ 可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角度上面畫圖的時候 我的θ在繞2π 繞一圈回來還是同個位置 所以其實我們還要考慮 我的整數倍的2π的結果 那這個情況就會變成 我的... 求到的根 求到n次方的根 其實是可以無窮多個 所以我的k只要去整數 我就可以 一直得到不一樣的根 那這個結果 我們其實會得到很多重複的根 因為你看像我們這邊 如果我的k是等於n的時候 那我θ就繞一圈回來 就回到同個位置 然後再除n 就跟我原本 第一個值 k是取0的時候 結果是... k是取0的結果是一樣的 或許k和取n和k取0 得到的 這個w是同一個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得到 不同的解 兩個不同的根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k 限制在0到n-1之間 那我們其中的dk個解 就會...dk個根 就可以寫成這樣 我們的長度是不會變的 我們長度是... 大家都一樣 大小大家都一樣 可是我們的角度的話 就是... n分之θ加上2倍的kπ 那這個k會從0到n-1之間 那所以我們會得到 n個不同的... 不同的根 這個其實符合我們原本 比較符合我們原本的式子 因為我們的... w分次方等於z 其實是一個... n階的多項式 那一個n階的多項式 我們原本就預期應該會得到 n個根 n個解 那今天我們的n個解 怎麼表示 就是用這個式子 用不同的角度 把它帶進去可以找到 那k等於0的這個... 這個根 也就是我們的w0 我們會把它叫做... 我們的principal and root of z 就是... z的... n階的... principal root 就是我的... 就是我們phi 代n分之θ的這個... phi等於n分之θ的這個角度 w0的角度是等於n分之θ 這個... 根... 我們會把它叫做... z的principal root 那如果根號n次的話 就是... n階的principal root 那這種做法... 會... 跟我們以前在實數裡面的... 習慣的運算不一樣 就是這樣求出來的根 其實有幾個特點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說... 我們總共求到了... 根號n階的話... 那它的大小是n分之1 都是n分之1 可是角度... 它會是... 隔... n分之2pi 就會出現一個... 因為我們看一下... 剛剛這個是我們... k帶不同的之間去 那我們一直帶進來... 這個角度的變化... k等於0...1...2...到n-1... 每個之間的間距是n分之2pi 所以它等於是... 我們n個解... 這邊我們寫成... 這個其實畫的位置是... w的三次方等於i的結果... 那我們所有的解... 會把一個圓... 切成n等分... 那我們每一個... 根會落在... 它每個等分的位置... 這樣... 那... 這個跟我們... 假如說我們是... 是帶十數進去... 這個是i... w的三次方等於i... 假如今天我們帶... w的三次方... 等於8... 那以往我們在... 只能有十數解的時候... 我們會說... w就等於2... 我們只找出這個解... 因為... 其他的... 我們會說這是三重根...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到其他的解... 可是如果在... 複數的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照這個規則... 我們其實就可以找出... 三個解... 我們會找出... w0... 會是等於... 兩倍的... w0還是等於2... 因為它是cos... 0... 加上... i...sin...0... 也是等於2... 那w1... 就會等於... 2倍的cos... 的... 3分之2π... 加上... i...sin... 3分之2π... w2... 等於... 2倍的cos... 3分之4π... 加上... i...sin... 3分之4π... 那w3... 又回到... w0了... 所以這個時候... 2倍的cos... 2π... 加上... i...sin... 3分之6π... 那等於... 這其實等於... 2倍的cos... 2π... 加上... i...sin... 2π... 等於2倍的cos... 0... 加上... i...sin... 0... 又回到... w0... 求8的... 開根號3次... 就是... 那... w等於... 等於... 8... 開根號3次的話... 在負數裡面得到的解答應該會有3個根... 因為原本就是... 它這個其實是要求一個三界的多向式... 它本來就預期應該要有... 3個根... 3個不同的根... 所以這個是... 我們... 負數裡面... 求這個根... 跟... 在實數裡面求根...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OK... 這邊是... 這部分是跟我們食譜差異比較大的... 所以要... 特別注意一下...